川普总统12号来到位于纽约州的西点军校 出席陆军对海军的橄榄球赛 在现场川普获得了年轻士兵们山呼海啸般的欢迎 人们高呼USA场面热烈 历史悠久的美国陆军对海军橄榄球比赛 今年已经是第121届 对阵双方是代表陆军的西点军校 和代表海军的海军学院 当现场裁判员正式介绍川普总统时 现场在此沸腾 在比赛间隙 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针对最高法院驳回德州对四个摇摆州的诉讼 川普表示对选举的法律诉讼仍会继续 在各地还有大量案件 川普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一个非法总统进入白宫 在周日的推文中川普说 州和政客们怎么能确认自始至终透露着腐败和违规的选举呢 摇摆州骗局 新党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